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大利亚常年频频遭受沙尘之困 2009年9月23日 澳大利亚遭遇沙尘暴 这是澳洲近70年来 规模最大最严重的沙尘情形 光是在悉尼一个城市 估计就飞来4000万吨沙尘 悉尼犹如火星一片红色 陆海空交通一片混乱 美丽的地景悉尼大桥 也被淹没在漫天风沙之中 从悉尼哥剧院向外眺望 只有满眼红色的沙尘 什么也看不见 有气象专家预测称 如果气候变化 如他们所料 导致更严重的干汗 那么更多更大规模的沙尘暴 恐怕在所难免 澳大利亚陆地面积的75% 属于干汗和半干汗离去 中东部和西部海岸地区 沙尘暴最为频繁 每年平均有5次 由于许多地方气候干燥 加上耕地和放牧 土壤表层缺乏植被覆盖 导致了土地的逐渐沙化 如今澳大利亚东部地区的干汗 已经持续了13年 干汗产生的多层天气 很容易引发风暴 伯克是离西尼数千英里 离大海更遥远的农业地区 对这类地区的居民来说 他们简直是处在地球升温的前沿 汤姆森一家 代代都务农 他们有2000英亩棉花地 需要用水浇灌 不幸的是 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干汗 已经有很多年 没能种任何庄稼了 流行这里 澳洲最长的河流 莫泪达令河的河床上 也已经完全干枯 仅在14个月前 这块干地曾经是一个湖 接下来请观赏 古井贡酒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